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今宫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 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银飞 惊魂 23年前 一所曾经埋葬在大火中的校园 迷一样的女孩 一段牵连到上一代的传奇故事 一个发生在学校里的悲剧 迷的背面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 只是你心底的一滴眼泪 下面请听广播剧 眼泪 第四集 第二天 林雨醒来 那封写好的信 还躺在桌上 这不是梦 一切都是真的 吃过早饭后 林雨来到了附近的邮局 把信寄了出去 从邮局出来的时候 林雨意外地遇见了晋雪莹 嗨 你好吗 不怎么好 你呢 我能好到哪去 你来记信吗 对啊 你呢 怎么会来这边呢 我来报到的 我找到工作了 实习 明天上班 对了 就在邮电局对面的 那个国信大厦里边 是吗 你可比我强 我还要继续当我的学生 是你比我强 我只念完了职纲 所以只能屈秀在小公司里工作 本来我的专业很吃香的 可他们只看学历 应聘专业不成 却被他们看中了当秘书 也许他们觉得我 哎 不说了 嗨 慢慢来吧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哎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你呢 我也没有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漂亮就要有男朋友吗 男人都一样 可恶的动物 啊 怎么了 我说错什么了 你为什么 要那么生气呢 呃 对不起 我今天心情不好 对不起 我先走了 哦 那好吧 再见 林雨 对雪莹最后突然激动的情绪 有些诧异 她说不清为什么 就是觉得很怪 12月20日 林雨用复杂的心情等待着 不是那个神秘人的 不是那个神秘人的回信 而是被邮局打回的信 可是三天过去了 信依然没有被打回 她知道 那封寄走的信 八成不会回来了 明明没有地址 信 却依然神秘地寄了出去 又过了三天后 林雨收到了回信 正面的邮戳是 辅明街 1977年11月20日 背面的邮戳是 辅明街 1999年12月16日 我的朋友 谢谢你来信的慰藉 你对我的称谓很体贴 学校事件 完全是神灵发怒的诅咒 怨不得人 你不会找到我的 因为 我根本不存在 1977年11月20日 不存在 神灵的诅咒 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 日期怎么又变成了 1977年11月20日 12月16日那天 我的信 不正是 那天寄出去的吗 喂 陈涛 我收到回信了 我也收到了 还有李仙 啊 什么 那你们信封上的邮戳 都是怎么盖的呢 地址还是辅明街 不过日期 诶 正面 是不是1977年11月20日 是啊 你的也是吗 那反面呢 反面游戳我和李仙的一样 就是我们写信祭出的日子 12月15号 信里 只有两句话 怎么会这样 学校事件完全是神灵的诅咒 怨不得人 你不会找到我的 因为我根本不存在 啊 12月23日 为了找到有用的资料 林语去了全市最大的图书馆 翻过了许多老地图之后 也没有找到辅明街这个地方 最后 他把所有相近的地方都记了下来 只有三个 竹府路 林府路 还有一个外线的山名 鬼府山 竹府路只是一条商业街 寻访一遍 并没有1120号 林府路很长 走遍他 用去了林语半天时间 最后 还是一无所获 鬼府山是个旅游圣地 林语觉得 一定不可能 他想放弃了 可想来想去 还是不死心 第二天早上 林语踏上了去鬼府山的旅游专客 中午时分 车到达了目的地 一下车 就有许多小贩过来卖旅游图 拉生意 买了一张旅游图后 林语被一个小贩拉拉扯扯 去了一家小旅店 旅店的布置很地道 价钱又不算贵 他便落脚了下来 老累不堪地躺在床上 林语目光游离在角落里的一幅画上 画上有一幅对联 辅落绸南游 明花 裸叶街 辅落 明花 叶街 辅明街 难道真在这里 根据店主的指示 林语坐车来到了距鬼府山约五公里的辅明园 当地唯一的一个墓园 从一个个卖拜祭用品的小店里 买了一大树野花 林语走进了墓园 迎面看见一个老头正在门口浇花 他用陌生的眼神看着林语 来拜祭吗 啊 是啊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呢 我在国外十几年 刚刚才回来 哦 那你去吧 等等 怎么了 你要拜祭的墓 碑号多少啊 这老头 这么认真 完了 我怎么会知道那该死的碑号是多少 多少号啊 呃 1120 在花莲区 十一排 向东 那条小路 真的有这个牌号啊 什么 哦 没什么 大爷 谢谢您 11118 1119 1120 啊 这墓碑的主人是 金鱼森 他怎么会葬在这里 不可能是真的 一个已死的人 怎么会 一定有人在搞鬼 咦 怎么这墓碑前还有一束花 这花 和我的一样 难道今天有人来过 小伙子 哦 是您啊 大爷 什么事啊 刚刚 来过的那个女孩 是你的什么人呢 刚刚 是啊 刚刚才走啊 就是 这 杯主的女儿 瞧 那束花 就是她留下的 她留下的 她说的是谁呢 进雪莹 可她并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也不知道她葬在哪啊 一定不可能是她 进雪心 对 很可能是她 除了她 不会有别人的 哦 对了 大爷 来过的那个女孩叫什么呀 叫什么 这我可不知道 你不认识她 那 你是领主的什么人呢 哦 我只是 她的学生 大爷 您看她女儿的样子 大概有多大岁数啊 哦 也就二十吧 二十左右 那是进雪心吗 不是 那又是谁呢 不可能是进雪莹啊 大爷 您这儿有电话吗 有啊 喂 雪莹吗 我是林雨 啊 怎么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上班呀 怎么了你 啊 那到底是谁呢 进雪莹 连自己的爸爸 都没见到过 如今 看到她爸爸的墓地在这里 是不是 应该 把这件事 告诉她 这可能 是她梦寐以求的 对于一个 从未见过生父的女孩 尽管 那只是附在墓碑上的一张 没有生气的遗照 她 也许会很感激我的 啊 我在市郊的鬼斧山 在这里的墓地 我看到了你爸爸的墓碑 真的 你告诉我在哪儿啊 我马上就来 你得做早上的旅游专线 现在已经没有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你明天来吧 我在这里的旅店里等你 好的 那你等我 我明天一早就到 十二月二十五日 雪 一大早 林雨的房间门就被推开了 圣诞快乐 吵到你了不好意思 这是给你的 豆浆 要趁热喝 天哪 谢谢 今天是圣诞节呀 是啊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号呀 你忘了 哦 不 我只是没有记圣诞节的习惯 哎 对了 几点了 九点呀 还没睡醒呢 不不不 睡醒了 也祝你 圣诞快乐 嗯 你先吃吧 吃完叫我一声 今天下了好大的雪呀 今天 这墓园怎么那么死气沉沉的 门口连个脚印都没有 哎 那个老头呢 这门怎么开着 昨天我还看见一个看门的老头呢 怎么不见了 那怎么办呀 没关系 我认灯录 走 我带你去看你的爸爸 花莲区 1117 1118 1119 1121 啊 林雨怎么了 你看 1119和1121之间的墓碑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昨天我来时还有墓碑的 啊 怎么会这样 林雨你 你看那边 好像有东西 什么 那是 啊 是一只脚 难道有人 埋在下面 快 快报警 哦 哦哦哦 雪莹 雪莹 你没事吧 我们先离开这儿吧 我怕 不要丢下我 没事的雪莹 你等等我 我想知道 那个人究竟是谁 我 我和你一起过去 啊 他 他 他就是昨天 我在这里遇见的那个 看门的老人 是 是冻死的 不知道 只有等警察来了 我们先到 门口的屋子里等吧 他怎么会死了呢 这样一个老人 没有理由会死啊 难道 是我见过他的缘故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还有 还有雪莹的妈妈 这更像是我间接害死了他们 这个老头 为什么会死呢 难道 这个神秘人 就在附近 凌宇 这是什么 啊 这是陵园里的登记册 我找找 没准 有关于你父亲的资料 有1120号 墓碑资料的那一页 被撕掉了 过了一会儿 警察来了 老人的尸体被挖了出来 身上 没有伤痕 经过一番调查 警察让凌宇留下电话 先回去 这天晚上 凌宇没有睡 电视开着 他的脑子里 却一片混乱 第二天 他们做最早的旅游专线 离开了这令人失忆的地方 一路上 凌宇一言不发 他想远离所有的人 他觉得 自己就像一个灾星一样 谁离近了 谁倒霉 可惜 雪莹的妈妈 那个老头 她甚至开始怀疑 学校遭遇的灾难 都是由于她的存在 不知何时 凌宇睡着了 车到站的时候 雪莹叫醒了她 凌宇发现 自己靠在她的背上 微微睁开眼 雪莹 微微侧低着头 看她 长长的头发 挨着她的鼻尖 凌宇满身疲惫地回到家 她打开电视 最新报道 本市宽山区 发现了东立学院的两名失踪人员 确定为东立学院表演戏 9911班 岑可新和传达室接待员 宋舒金 两人现已基本清醒 目前于本市医院内住院观察 看着电视屏幕上的照片 凌宇不敢相信 她竟是可新 她还活着 太不可思议了 还没看完新闻 凌宇立即赶往医院 走进幽静的病房 可新的妈妈满脸愁容地坐在病床边 得知凌宇是可新的同学 她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 可新没有死 而且是醒着的 只是 她失忆了 可新的妈妈 让凌宇好好陪陪可新 聊一聊 希望能对她恢复记忆有帮助 可新头发长了很多 样子依然可爱 只是死时的她 脸上已全然无存了 往日迷人的笑容 看着凌宇 她显得很害怕 胆怯地用被单半遮着脑袋 可新 还记得我吗 你 你是谁啊 我是凌宇啊 难道你忘了吗 凌宇 凌宇 不知道 不知道 可新 可新又是谁 可新就是你啊 我们是同学 大家可喜欢你了 对了 你喜欢和我们一起踢足球 你当守门员 记得吗 足球 那是什么东西啊 圆圆的 圆圆的 用脚踢来踢去的东西 可新 可新 你渴吗 我给你倒杯水 渴 怎么 可新身上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很熟悉 在哪里 闻到过呢 喂 洒了 洒了 哦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 可新 你脖子上 带的是什么呀 哦 你说这个呀 这个是新姐姐送给我的 很香的 新姐姐 她是谁啊 救我的人啊 一个漂亮的姐姐 救你的人 漂亮的姐姐 哎 可新 她在哪啊 在 嗯 让我想想 好像 哎呀 我想不起来了 可新身上 散发的香味 真的特别的熟悉 在哪里 闻到过呢 这 对了 和地下通道里的香味 很像 可新啊 这段时间 你一直和新姐姐 在一起吗 是啊 新姐姐对我 可好了 你真的 不记得 新姐姐住在哪了 那你能告诉我 新姐姐的家 是什么样的呢 我一直没有离开过 新姐姐的家 那里 没有灯 只有 蜡烛 还有 火把 没有灯 只有蜡烛和火把 难道 在地下 那里 有好多一样的屋子 四周 都是冰冷的石壁 好多蜡烛 嗯 还能听到 哦 对了 是流水的声音 嗯 有几间屋子是不同的 里面放着 长长的黑盒子 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新姐姐显得很生气 她警告我 以后让我别再进去 她说 那里面睡着 嗯 睡的是 她的祖宗 任何人都不能打扰 她们的清修 睡着祖宗 长长的盒子 难道 是棺材 哎 可欣 那你是怎么离开的 还有 可欣 你这锦囊里 是什么东西 怎么那么香啊 不知道 我一觉醒来就在这儿了 你说这个呀 这是一种叫 忘魂花的花香 新姐姐家里 有好多这种花呢 忘魂花 是啊 新姐姐家里呀 到处都是这种花香 她说 如果吸食了这种花的花粉 就会 就会睡着 花粉 睡着 怪不得上次 在地道里会觉得疲倦 原来如此 对 同学们 一定是吸食了忘魂花的花粉 才会不省人事的 地道里 有这股花香 难道 她去过那个地道 又是谁 带她去的呢 还有 她所谓的那个新姐姐 又是谁呢 难道是浸雪新 那要怎样 才能救醒沉睡的同学呢 也许 可欣知道 可欣 如果误食了这种花的花粉 怎么办呢 不知道 只有 只有新姐姐自己知道 花香 难道对你没有影响吗 当然有了 这么久 我只醒过一次 新姐姐说 她家里啊 是个奇特的地方 忘魂花 每月开一次 花香非常浓郁的时候 我就要睡着 直到花香淡了 我才可能醒 难道 你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了 11月20日 那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再仔细想想啊 我真的不记得了 喂 雪莹吗 我是林雨 你现在 快来医院一趟 怎么了 你先别问那么多 快来就是了 哦 好 正好 我也要找你 真不知道 要怎么告诉雪莹 她姐姐还活着这件事 可是 如果可欣说的没错 那进雪新 一定还活着 而且 就在那个地下通道里 林雨 这么急着叫我来 什么事啊 哦 是这样的 新姐姐 你怎么来了 她 她是新姐姐 可欣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没有 新姐姐 你不认识我了 额 林雨 她是谁啊 难道 她所说的新姐姐 是雪莹 怎么可能 一定是搞错了 怎么可能 也许 她的记忆 真的紊乱了吧 哎 没事 我们先走吧 可欣 你好好休息吧 我会再来看你的 新姐姐 再见 消失了的墓碑 可欣奇迹般的回来了 可是 却失去了记忆 事情好像有了一丝明朗 但转瞬间 又陷入了迷离的黑夜 欲知 后事如何 请听眼泪 第五集 故事改编 前秋安 录音 吴小蕾 后期合成 何林 林雨 由杨硕饰演 晋雪莹 由董艺美饰演 陈涛 由黄峰饰演 老头 由李少杰饰演 可欣 由吴小蕾饰演 庞白 前秋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